主梦一旦一路 守护万家还原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马德岛的建设者 守护者们 欢迎来到2023年花行乐园 跨俄中秋文艺莲花会 马德岛专场 今年是一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十年来一旦一路倡议得到了 占全球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项目汇集沿线国家和民众 由四国六方参与建设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就是其中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缅天然气管道 投产运行十周年 南京实在为中缅同心共筑新思路 今天更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 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上 依然有许多中缅员工坚守岗位 以实际行动 谢谢能源思路的新推广 在这个末果累累的季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来自中国云南的艺术家们和马德岛中缅建设者一起 将以一场融合中缅文化固有民族风情的文艺表演 为马德岛一带一路示范项目的建设者 守护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向大家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中秋节快乐 那么我们今天的会问演出即将开始 下面请各位领导欣赏 由云南艺术家带来的舞蹈团结花开采云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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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